为什么威震天没有出来对付宇宙大帝的天灾呢 宇宙大帝是一个在宇宙中靠着吞噬星球获取人 邪恶又黑暗的星球及机械生命 在变形金刚宇宙中 宇宙大帝一直都是塞波塔的对立面 即便是大反派威震天也十分痛恨宇宙大帝 在动画中威震天多次古迹前嫌跟擎天柱联手击退了这位蔑视魔神 而在电影变期中宇宙大帝首次亮相 并且派遣他的爪牙天灾来到地球夺取超趋速钥匙 那么为什么威震天和他的霸天火的军团没有现身阻止天灾和宇宙大帝 按照电影变期的时间线 故事是发生在1994年 影片中秦天柱曾经提到过汽车人在地球已经被困了7年 而恰好外转大黄蜂的时间是1987米 这说明了变期的故事是发生在大黄蜂之后 若是按照变形金刚一的设定 1994年的威震天还在人类的实验基地 困执 威震天在很久以前为了寻找某种人 童子一人来到了地球 却因为地球的磁场干扰地位系的导致坠落鬼子 遭受冻结了紫权军围 直到在1890年代才被人类发生 之后转移到了无佛大坝积去冰 所以不是威震天不愿意出 而是他还困在冰箱里没办法现身 不过由于变期是变形金刚系列的重启作品 这一部的故事其实跟前五部曲没有什么关联性的 所以不一定会采用变异的设定 此时的威震天有可能还未到达地球 或许正从塞波坦星球赶来地球的路上 所以刚好错过了宇宙大地入侵地球的时间 虽然威震天没有现身 但是原本超能勇士崛起 是有其他霸天虎的欺负 运载本来是该片中唯一登场的霸天 但只出现在了适应 按照设定 运载是第一位抵达地球的霸天虎侦察兵 他奉命追踪汽车人来到了人类的世界 秦天柱为了寻找返回塞波坦的弹 于是跟踪了变成公交车的运载 然后将他暴打过一顿 要求运载收缺飞船的下 不过运在宇宙区 最后被秦天柱看的 可能这一片段老眼觉得有损秦天柱的形象 会让人觉得柱子哥太残暴 所以把这一段给剪掉 当然威震天作为变形金刚的蜿蜒反派 没有威总的变形金刚是不完整 在续集也就是变八中 威震天肯定会以全新的面目回归的